WOW 應該差不多了 他按了應該就開始了 前冬中夥 欸! 欸! 失去了! 哈囉! 哎! 我們終於回回... 回回夢先 很開心啊 好很多 太開心了 我們終於回回來了 不好意思啦 真的有點... 技術問題 也是那句 謝謝女朋友 不停按 看看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OK 有沒有回音 沒有啊 聽到嗎 是不是聲音那些都好 我們先聽一下 OKOK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唉! 我們阻礙了很多時間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出酒的checklist 去旅行 那我們很快介紹多一點自己 我們是靖兒 我們是Mimi 我們是Chiman 她是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沒有錯 旅遊達人 沒有錯 她剛才已經說了 她去過十分之多的地方 對 例如 非洲 東南亞 南美洲 南美洲 還有一顆博物 還有 歐洲 還有長洲 還有石棍 沒錯 就是這樣 對 那她真的一年都去不止十次 前空中服務員呢 前空中服務員呢 我們很失望 各位 因為她坐得飛機多 她今天也是飛機了 這個不錯 不錯 漂亮 她真的 很厲害 我們決定了不跟她玩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是不同房飛機的人 沒錯 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說出酒的checklist 嗯 我相信每個人心目中 哈哈哈哈 都想出酒 都想出酒 都有一張checklist 沒錯 那是check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順著時間 的timeline去說 是什麼 這個timeline 就是由我們撿行李箱 舉一下開始說的 我想問 有沒有在看的人 其實你是不撿行李箱的 首先 你的timeline根本就沒有撿行李箱 不需要checklist 還有那些什麼背包旅遊 就是這樣帶一些證件 背包旅遊也要撿 背包也沒有 好像背包旅行也試過 有啊 是不是很不同的呢 簡單一點 如果是背包旅行的話 挺簡單 你揹個行李箱上去 我覺得難一點 背包 我覺得背包比起拿大行李箱 是難一點的 不是啊 我覺得背包是容易一點的 為什麼呢 方便很多 但是你要 我明白 你要選走一些東西 選不走的 就是要越少 就是要帶到剛剛好 但是如果我帶大行李箱 其實我不用了 什麼都頂進去 沒錯 但是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背包這樣去 我試過帶四個行李箱 是簡單一點 因為你把東西丟掉 其實跟我的行李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壓縮版 我開始有點後悔叫他們 我開始病發 說一些古怪的事 我有點後悔 他不是很合邏輯的東西 可能那個人呢 他又不是很女仔的人 都不是很女仔 都不是很女仔 你是很女仔 但是你性格 你性格 不是那些 你戴成廣眾說人家不去 我也是很女仔 但是我是會撿行李箱 是的 但是她是不會撿行李箱 她是不會撿行李箱 我是這麼大瓶 水 什麼礦水都照樣放進去 但是其實 剛剛去完旅行回來 我沒想過Mimi 晚上會這麼快撿行李箱 認真 我沒想過是這麼快撿行李箱 因為我是很害怕 一代二代放在地上 你不要乘機 你不斷把半個鏡頭走出去 那個鏡頭裡裝瘦 你們發現了 先進來 是的 那我們說一下 撿行李箱 有沒有什麼秘訣的呢 你撿行李箱 沒有 沒有的 那你來做什麼 如果是行李箱的話 就把所有東西都扔進去 我有一個 流流流 想到的說 我覺得一定要整齊 首先我個人有一點強迫症 我喜歡的東西 看到行李箱撿到一件件 很整齊很整齊 盡量令到東西越整齊越好 嗯 我也有點像 我就是把所有 你不要放東西 哈哈哈哈 我把所有同類的東西 放在同一個袋裡 一代二代很整齊 就放在這裡 我看到你的化妝袋是很整齊 這麼大的 你很清楚 我的護膚品是這麼大的 就算有十代化妝袋 他都知道我遮瑕筆在哪一個袋裡 我知道眼線筆在哪一個袋 他是很清楚 真的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 越整齊 越好 你就這樣丟進去 很難運 還有你有時機場 臨時開箱撿東西 有機會有些東西出來 掉了些東西出來 哈哈哈哈 散銀 哈哈 很奇怪 你們說完這些 我會把不同的東西分開去放 但是你說放在箱裡 是不是很整齊 我又不是 你會為什麼 掉進去 去的時候會掉進去 回來的時候不夠就撿好它 哦 也是 所以我去的時候我的行李箱是不夠的 我也見識過 你一開完的行李箱 亂禁來的 亂禁來的 那有什麼一定要帶去呢 一定要帶去 作為旅行達人的你 我覺得一定要帶 Skin Care的東西 這個是女生一定會帶的 女生一定要帶的 一定要帶的 你說如果去旅行一定要帶 我覺得要帶一些薄衣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去 他會帶風衣 哈哈哈哈 他會帶薄衣 有些是上了年紀 哈哈哈 那你基本衣服要帶 那你帶衣服也要帶 拖鞋 如果可以就帶一雙鞋 但是最重要的是 Eddie說了 錢 沒錯 只要你有錢 其實你可以什麼都不用帶 其實 也不是錢之前做的一件事 就是證件 一定要帶證件和錢 錢呢 錢也要帶 錢啊 錢啊 要帶錢去 對啦 這個太低級了 這個笑話 是不是你朋友啊 他Hello你啊 Yo Hi 不知道啊 Hello 我們就Hi 好開心啊 今天有絕光風 有十七個人帶 好開心啊 說我們reschedule吧 但是不要再說很開心 那些人會走 好我們不開心 我們不開心 我們不開心 好我們繼續說我們的checklist 好 但是我覺得剛才 Chinman說到 帶女生一定要帶些 skin care 化妝品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要小心的 因為我一定會是 帶很多的那些女行妝啊 細細枝啊 平時買的化妝品 送送的那些 sample啊 細細枝那些 平時一定不要開來用 一定要坐上去旅行用 我照一支這麼大的照片 我看到 我看得到 我很少帶這麼大的 因為我很怕買那些小瓶子 摔摔摔摔摔 然後又洗過 又要再換一個 我不會洗過 因為 你繼續這樣用 我一定會 例如我的髮尾油 看玻璃瓶 整張有危險 又怕水 又很重 那你買一個小的膠瓶 也是 那麼細枝 又那麼細枝 差十本的重量 不過有些平時 例如 塗頭髮那些 我又不是覺得一定要戴 我就沒有戴 有什麼一定要戴 就是 胡粉粉啊 不過我覺得很看你去哪裏 例如之前去背包油 你都不會很理會自己的樣子 不是的有的 有的 防曬的 防曬一定要有 但我不是很感覺你有用力 因為防曬都可以 所以防曬都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曬傷啊 對 重點是沒有曬傷 就有曬黑 有黑 一定是有黑 那你的防曬有什麼用呢 那你就是一些東西 很好笑啊 他們說話 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說去旅行 一定要做什麼 帶什麼 你們也可以說一下 去旅行現在一定要帶一支 那支攝影機 我現在覺得很方便 相機 除了電話之外 我以前就會帶相機去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 除非真的 很喜歡拍照 或者你是想著 不過其實他們想著拍一些風景 特別一些 例如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上花那些 拍一些漂亮的風景 你就會帶一部漂亮的相機 例如我們這些 去玩一下放下 其實很多都不會帶相機 iPhone 我覺得很夠做 對 因為iPhone很漂亮 對 對 還有剛才Treeman說 現在有很多小小小的攝影機 或者其實擺魚眼鏡 感覺鏡 已經拍到 很方便 很漂亮 拍到漂亮不漂亮 都是靠 Filtr和Apps 靠人 對 還有現在還有沒有人戴紙拍神棍的呢 是不是少了 我沒有戴過 我以前也會戴 但是現在有點老 是不是有點舊 好像有點奇怪 對 對 對 因為會弄傷人 他們可能會想著 啊 掃來掃開 猶而就摧 或者弄髒一些景點 那些東西 我想問那些字 哈哈 實骨 怎麼弄髒 不是 即是你去廟 你去廟 你去牆場可能脫了些油 你被灰灰了 他在廟 應該是不能這樣拍的 巴塔 你很強的想像力 我覺得是 有沒有人認同我 沒有 給我一個讚 沒有 有人說帶平安藥 這個也是 我一定會帶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 新力油 哈哈哈哈 阿姨你 哪有不舒服 真是白花油的朋友 但是新力油是 防肚痛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哈哈 幸好他沒有帶 不然他在旁邊不斷擦 那些阿婆的藥 我真的會拍他 因為我去旅行很容易水肚不適 不是啊 我記得很差 哈哈 就是為了要吃更多的東西 你要護住肚子 那些藥 那些藥 新力油 有沒有人吃 還有什麼藥 我通常會帶長胃藥 因為我是很容易會 我記得有一次跟我哥哥去旅行 那時候 我記得是從7月去台灣 那樣 很開心 到處吃東西 吃得很多 吃得太飽 不太消化 腸胃有點不舒服 那些 那自此 以後去旅行 我都記得我一定要帶 腸胃藥 嗯 是其實幫助我消化 人來以來真的怕有時候不舒服 現在有一隻藥 是說你去大拆特拆的時候 即是去旅行 他說給你吃大餐之前吃了 然後就會 沾著一層油 然後他就類似不會吸收你之後吃的東西 那又一次過拍單走 女生一聽到一定是必須要買 我準備買了 我下次去旅行就會吃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 沒錯 相機很重要 也是 沒錯 還有 不如我講一下 我上網其實找到一張必備行李清單 真的嗎? 有人說帶翻譯機 你是不是在說現在 現在我又看新出Facebook的 即是那些 影子 即是有鏡頭拍完之後 他又會讀什麼 不是啊 現在有一部新出的 我看Facebook 你對著他這部翻譯機 你就對著他講 即是我想去哪裡 然後他就直接譯到日文出來 講到一樣的東西 但那部好像很貴 不過我也想知道他的準誠度有多高 我想他也是最禮拜的那些 幾錢啊 去哪裡啊 坐什麼車啊 因為大家都有用電話的語音出字 其實一定是有不差的 我試過去日本就是拿Google Translate買東西 也是可以的 那些人是看得懂的 我打中文或者英文譯做日文 我給他看他明白的 我覺得用Google Translate都可以 但首先你要有一張上網的卡 啊 對 很重要 上網卡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去日本 台灣 韓國那些都還好 但你去歐洲 例如美國那些會不會很煩的 去當地買 去當地買 挺淺的會不會很貴 貴的 不知道七天都幾百港幣 七天幾百港幣 去到用不到 我有朋友試過用過 買到去到用不到 超慘的 一般都不會的 但是 我又覺得OK的 當兩手準備 如果真的擔心的話 如果你說 上網卡的話 有一張 是在英國的三出的 一張上網卡 那張呢 就不知道 價錢都不是貴的 但可以用一年 這樣 如果你不斷上去 這麼搞笑 他可以 很久的可以用得 那張呢 如果你去美國的話 他可以當你萬有這樣用 去美國買 英國的朋友 可以 很方便那張 英國三出的 因為你長年 雷月都在那裡 所以你都要用什麼 我就沒有 我的朋友就會用 那個 飛機的朋友 是不是飛機的朋友 對 好啊 是不是在鴨蓮街買到 好像是要在 英國那間衣服買 但是我看到很多上網可以買 哦 好 現在很多東西都可以 嗯 就安心一點 過得去 好 看看Mimi 是否準備了一些網上的 Checklist 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 你去Google 行李 Checklist 或者 那些 那些 很棒 你整張 form 有得剔剔 你不用怕大漏 因為它是超清晰的 它說你 Hand Carry要帶什麼 然後呢 你放進記仓要放什麼 夏天要帶什麼 冬天要帶什麼 好一點 那我先說一下 Hand Carry 其實Hand Carry 也是那幾樣最重要的東西 護照 錢 這些很悶啊 不說啊 我要你說護墊 哈哈 差點 都重要的 都重要的女生是說 對 還有 你會不會戴項枕眼罩 我會戴項枕的 很舒服啊 項枕 我看看去多遠 例如 時間很短 一兩個小時我就不會戴 但是 去日本的三四個小時都坐到 其實我就會戴 我覺得可以這樣挨著 很有安全感 我喜歡這樣睡覺 你喜歡這樣 那你平時挨著什麼 挨著你 挨著你 挨著同事睡覺 你感覺不到嗎 我覺得舒服一點 而且我會戴那些 精氣眼膜 我會戴 暖暖的 當作是眼罩 我去旅行都會戴一些精氣眼膜 我怕睡眠 就是三寶床 或者不習慣 那些 我都會戴 我會戴眼罩 會戴什麼 現在我看到有些人 是長途肌 現在有一些 類似是頸枕 可以佔上屁股 可以佔上屁股 讓你坐得舒服一點 你有沒有買過那些 沒有 是因為你做 business 所以那些位置都很舒服 是不是生紫瘡的人 怎樣 很可笑 她的東西是由頭坐到屁股 是那個東西 是那個東西 我幫她買的 上次這樣 它是好像這樣 一塊東西 然後我看看她 它是一個拉鍊 好像一塊東西 本身是這樣的 你拉開了這個拉鍊 它打開了就會是類似這樣 其實有點像生完BB的水泡 但它都是軟軟的 它有幾個功能 拉鍊有幾種拉法 你可以戴頸枕 可以枕頭 然後你又可以佔上屁股 坐 我聽她說真的舒服的 但她搭長途肌 美國那些 不會很大舊 大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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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如果去得那麼遠 就可以了 也是 對 車利龜說 去台灣要帶什麼 幫你 我只想到 你去台灣要帶什麼 回來給我 我一會告訴你 你要帶什麼 我們就知道你要帶錢 你帶錢就可以了 台灣應該要去到按 按機 要開香港開卡 開銀行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不過你看地方 真的唱錢 我不知道他們上集說 旅遊tips有沒有說 真的唱錢 上集我是說旅遊tips 不是我來那個 不是不是 我們另一位同志說 是 有沒有什麼唱錢 提示 唱錢提示 其實我通常在香港 就去八年那裡唱 八年 Yen就在那裡唱 銀行唱就是最穩定 還有這些老字號的店 要不然不用擔心 然後有去過重慶大廈那裡唱 這個我也聽過 那裡是划算的嗎 要問價 對 很可怕 很可愛 其實那次是第一次跟我的朋友去 是 然後要問價 就是問完A之後 他會划算給你 那B呢 他可能數是會高一點的 是 因為他們是即時會活率的 可能去到C的時候 划算的時候 時間和活率高一點 就會OK 這樣 所以重慶大廈那裡 要問很多間 是 對 但我覺得無論怎樣唱 千萬不要在機場那些 尤其是香港機場不是一間 紅藍色的 那一定是最貴的 那些複複地 因為都貴一點的 你放在機場 那些租金都貴一點 現在很多地方 但你一落地 用銀鑾按 其實銀鑾的門率已經算是挺好的 而且手續費也不貴 對 有些人就說 重慶門口好像是找笨 是的 不知道 我真的沒試過 你被人找過笨 是不是 我試過去一次唱 但那次唱完之後 我發覺在當地 在那些唱錢 即是在機場出去 在當地 我發覺去的 rate 是比較漂亮的 其實重慶呢 如果你想唱低 可以的 嗯 即是去到再去 因為去到 是否通常去到當地唱會便宜 看地點 嗯 如果 南美金不用當地唱 那歐 就在香港我拿 那你說其他台灣就在那裡按 方便一點 耶 我香港唱的 你家裡有沒有十種貨幣 哈哈 有 真的有 有 有 好瘋啊 好瘋啊 不如和你唱吧 哈哈 不用去重慶唱 但有些地方唱就很麻煩 所以會在香港唱這樣一點 就是我去年去南美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地方 就好像唱定有個前提 真的會方便一點 對 或者最容易就是 拿美金和歐拿 嗯 哦 因為去哪裡唱到 港幣就比較少 如果你是英俊港幣去到美國 或者去到美國 可能RMB會有什麼 哈哈 做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你覺得很純正 RMB 我沒有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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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 這個是韓國的貨幣 好 那還有帶什麼呢 還有呢 還有呢 那些不 記仓吧 說一下 啊我想說 手提行李 記得不要太大支 那些東西 剛才Mimi說的 一大支化妝水 千萬不要手提 因為會當是水被人丟掉 不能過一會 我不會帶那些上去的 還有那些外置電 閃營不可以放在行李 要不然你會被人叫 電話也是 電話也是 記得啊 車利龜知道嗎 你那些電啊 一定要更新 還有那些 液體太大支的 就不要放在行李 知道嗎 我已經提醒你了 車利龜 喂有同事說 兩次經驗 有必要帶掃帽 帶掃帽子 為什麼要上 即是在機上 還是 三次都很快 三次 下機就很快 一夜白髮的感覺 一下機就整個人都下型 那些鬚根都關掉 是不是 我們那位同事的汗耳毛分泌 什麼叫汗耳風 汗耳毛分泌 汗耳毛分泌 好厲害啊 我跌完那一步又跌了 好辛苦 他經常說 他不是去日本的地方叫福江 他經常說那個地方叫福江 福江福江 原來不是 你不是福江 你不是福江 懶音 不好意思 汗耳毛 我的胶不是新鮮 你的胶不是新鮮 戴了很久了 他是我們的fashion icon 大家可以叫他介紹一下今天的造型 我也有fashion可言 如果我這樣也有fashion可言 那他真的有fashion可言 真的不得了 我跟你說時裝界真的有救 真的不得了 因為我們說既初恆你就是要戴衣 你說你去旅行戴多少套衣 如果去三天不就戴三套 不是四套就一套睡衣 他戴六套 他早晚換一套 好瘋的 法官大人 我想說我早晚換一套那當然是他 你是不是要我把事實說出來 不是我只是睡衣而已 好 早上會外出晚上就睡覺了 換好睡衣 什麼我一套DW和這套 是輪著戴兩套錶 我等你買第三套給我 戴三套 我覺得女生戴的衣服 其實女生認真會多戴兩套 對 如果那天心情不好 或者想穿那套 你要有少少東西去選 對 你選不到 就會全部放進去 那個心情很差 你看你剛剛好 你一定會爽買 我沒有選擇選衣服 就會多買兩套 為免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女生真的會多戴兩套 尤其是那些底衣服 因為有時候夏天 你會回到酒店 太熱了 你可能真的會衝人 即日夜活著 內衣褲也是 對 男生呢 通常都是戴一條褲 一條褲走天 一條褲走天 為何你打得這麼快 我覺得男生戴一條褲是不夠的 是怎樣的 要戴多幾條褲 但我覺得男生是簡單一點的 我之前有同事說 他去英國 他每天才執行 不想執行 他就在UNICO買著一件白色的底衣服 那個同事你也認識過 舊同校他升樓 然後他就買了一堆的UNICO底衣服 沒有用丟上一堆穿那些 其實他們是ok的 我想說 我們同事阿多他一定是ok的 我也覺得 他有哪一天上班不是穿白色的衣服 是真的 最多拿到一件牛仔套 有得蓋一脫就兩套 是嗎 他們是這樣的 所以男生都真的簡單很多 沒錯 而且我聽說他的底衣服是不是 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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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穿了一天 然後呢 所以他就可以戴少幾條底衣服 還有男生是ok的 褲子穿完又穿的 所以我朋友都是 很ok的 褲子穿完又穿 穿完又穿 是那種vintage的味道 對 我覺得男生普遍都真的覺得很ok 可能他會四五天 他覺得我穿一條戴一條就真的夠了 嗯 但是我覺得是完全不行 不行 一來衛生問題 二來就是fashion的問題 是很重要 襯衣真的很重要 你呢 你有什麼特別要求的 不是 我知道有些男生 他會戴一套是可以荒蠻一點的 可能是襯衣 做什麼啊 不是就是戴一件襯衣 還有帶… 去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不是只戴牛仔褲 戴西褲和皮鞋 不是不是 戴一件襯衣 為什麼呢 就是戴一套smart casual的 對 有什麼用呢 不知道 我知道有些人是會覺得 會順利一點的 那個行程 你平常穿的 你平常穿的 穿T恤還是穿的 但是 那男生的衣服是只有T恤 男生是不是呢 那也是 沒有我們那麼多疊 我們可以穿短袖外面穿背衣 我覺得戴T恤就casual一點 如果你想有一晚出來吃飯 穿得漂亮一點 穿得漂亮一點 就變成白色衣服 有幾有道理 有沒有男生是這樣的 是啊 我想問 我會的 說完衣服 我想問鞋子 女生你們去旅行 會不會戴高跟鞋子 我不會 是真的 我不會的 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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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會不會都戴上一雙高跟鞋子 就像剛才那樣說 你覺得那天你要穿漂亮一點 這樣的 吃飯 你會不會戴呢 如果真的有些重要的場合 都會戴的 是 但未必是戴很高 可能戴一點點 戴 即是出街可能也會穿得到 客客舒服 也是真的 這樣 就等於是男生 覺得要這樣 穿皮鞋 那我想問男生會不會戴很多 那一雙波鞋呢 因為男生很喜歡買很多波鞋 很多時候 對嗎 波鞋是他們的時裝 沒錯 那男生你們說 有人說得對 就是去到買 爽買波鞋 看他們去什麼地方 其實去日本 你一定是 只會被自己戴得到 沒錯 因為被藉口自己買到 對 或者戴一雙很殘舊的 最後就扔了 對 對 我覺得去到扔是挺好的 穿到去的扔 對 有些可能比較殘舊 比較骯髒 是不是即日即氣的內衣 其實有時抵衫我都會 有些舊的 我睡覺有衣服 我穿完就扔了 你有沒有扔到我這樣 我想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 會捉到我了 那穿完衣服 還有什麼要戴呢 Mimi 好 然後呢 關掉了 看著電 為什麼自己都在電 對 看著電 沒有電 你說起電 戴什麼電 戴電 為什麼要戴電 我覺得要戴一個萬能的插槽 啊 最需要戴一個 對 真的 我有一個萬能插槽 去到哪裡都會戴他們 因為他們已經集齊了那麼多插頭 總之你去大部分的國家都用不到了 對 一個夠不夠呢 一個夠的 因為我那個還有兩個USB頭 所以我其實有充電話 充電器 充電器 已經夠了 那如果 充完尿袋就不夠了 我有一個三腳 充電裡面有其中一面是三腳 再對也有三腳 嘩厲害 已經很夠了 還有我覺得那個要戴著手 因為有時候去機場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怕沒有電 沒有電 那些 機場帶很多插槽 果然是旅遊達人 果然是有驚喜 千萬不要放行李箱 這個就 明白 好了 趕完電 拖鞋那些都 我會戴的 雖然酒店有機會有拖鞋 但是酒店的拖鞋不是讓你穿上街 有時候你身上去樓下 便利店買東西 或者吃點東西 那你又懶得穿行李箱 我就是剛剛去完台灣那一回 穿酒店的拖鞋 進去洗澡 好像溶了 好像是 紙底褲一樣 入水便溶了 還是戴自己的拖鞋方面 沒有 很瘋 她會戴衣架 你們會不會 我想說 在很久以前 可能那個也不算是旅行 欸 是不是你戴過衣架 我跟你一次去旅行 好像幾久以前 是不是呢 我是有認識過那些人 真的戴衣架去掛衣服的 但是我想說 在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我那時候才知道 在讀醫的時候 我們去一個月的委託 我不知道是不是時間長一點 我的partner很厲害 我那時候第一次 就是學會有這件事 她戴了一條很長的繩 一卷的繩 戴了一堆的衣夾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房裡洗衣 去找地方拉到繩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如果你去長的旅行 是很需要的 是OK的 因為我也是很不可以的 尤其是女生 那些內衣褲 其實男生 我知道好事是不洗的 就是扔了回香港才洗 但是女生是真的會慢慢洗的 那你那條繩 有時候你的衣服 可能我們去打火鍋 或者吃什麼 很大的味道 其實你不想up住 那條繩就很重要 又很輕而已 又很方便而已 這條繩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看到那次學會 你這樣說 又好像之後也可以這樣做 是啊 之後去旅行 但是你會不會洗衣 哈哈哈 不會 你會再多帶兩套衣服 你不會洗 或者再多帶兩套衣服 其實不難 其實不難 但這條繩真的 如果去長一點的旅行 或者喜歡在酒店洗衣服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因為我戴衣架真的很難度 你怎樣擦 你到最後買了很多東西 有機會 其實不會很壓 但我覺得很髒 我覺得她是不喜歡 是否用酒店的衣架 覺得很髒 有時候有些酒店的衣架是拆不出來的 對對對 一定要掛在櫃裡面 對 唉 這個可以 還有什麼 洗面護膚 隱形眼鏡 嘩 必須要戴 真的戴 還有戴 藥水 戴自己的眼鏡 對 還有太陽眼鏡 對 我很少戴太陽眼鏡 因為我不喜歡戴完後 有兩個胸 我戴了後 經常都沒有戴 對 你會的 我會的 但我上次旅行的時候 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太危險了 為什麼 就是被人拿了 被水 很好笑 巴打 你說戴個腦 挺有趣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我的朋友 Mimi 就算不是去旅行 去到哪裏都要戴個腦 可不可以幫我看看她 我戴了三個腦 還有 我覺得現在 有些去旅行 現在iPhone很方便 你可以下載一些圖 啊 是不是Google Google也好 有些Apps 可以下載 例如鐵路圖 鐵路圖很重要 可能去哪裏呢 歐洲也有些東西可以下載 有些Tips可以給你的 我覺得那些也挺好用 還有要下載OppenRise 要去東南亞地方 東南亞地方 它會自動幫你 轉到地區 你就可以即時搜尋到 附近美食 沒錯 真的這樣 這個真的 身邊太多這些人 沒有老人 我也很多 我的附近就有一個 對 我以為1 2 3 好 我們只要帶電腦去 不帶 然後呢 你的電腦開要15分鐘 日用品 那些說完了 雜物 日用品呢 還有我想說 我一定會帶自己的洗頭水 還有護髮素 我沒所謂 洗頭我也會帶 我也是用酒店的 因為我以前試過不帶 我也是 我也是 男生比較好 女生的長髮 很多地方都沒有護髮素 還有護髮素不夠厲害 真的一頂東西 完全疏不到 我接受不到 而且你要帶那個夾子 對嗎 對 要帶夾頭髮 設斗我來說 很重要 好 不如我帶一些說 不可以戴的那些 那些人說 好 那些人說不可以戴 咦那些很假 很正老 不可以戴貴重物品 不可以戴貴重物品 其實也是 我有一次 我打算去哪裏 在北歐到意大利 那一輪飛機 我打算 意大利落到地 很危險 不知道 那晚靈機一觸 我就在 海聲機上 把一半的現金鎖在行李裏 因為我覺得落到地 那次 我覺得去到意大利很危險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鎖了一半錢 那去到意大利的時候 就不知為什麼 同一時間 我不見了那個行李裏 就是因為 不知道做什麼 真的剛好 去到拿行李的時候 我等到運輸帶停了 發現不見了那個行李裏 然後才去報室 那時候 還要有很多年前的復活節 那個是國安界的那些日子 然後我到最後 可以臨回香港 那個行李裏才到 那些錢是在的 但是才是貴物品 不要鎖行李裏 錢有時候我打算 你不跟身拿不到 對 我打算分一些放在裡面 就是那次就出事了 就是那次 一次之後我都沒有放過 我有朋友會把錢放在下面 我以前讀YOU的時候去旅行 因為那時候大家真的窮有 那真的少少錢都很危險 而且大家都經常聽歐洲美洲都很危險 其實我聽來聽去的人就說很危險 然後呢 所以就很危險 然後又不是叫做很危險 因為大家不要聽來聽太多 有來人說 南美很危險的 然後問那些人 你說很危險 其實你去過什麼 沒有啊 聽人說 那些人是誰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去過南美我覺得不算很危險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懂智慧術而已 我的朋友懂智慧術 因為你懂空手道和抬拳道而已 不是說很危險的 但是你要小心一點 貴重物品你不要 原諒開給別人 其實哪個地方 就算在香港也好 都一定有危險的 有危險性在 財不可以露眼 你自己各樣東西 尤其是外出外 就真的要警惕一點 好啦 我們不如不要說 preparation 我們說真的去旅行 說了這麼久 我明明說出來也很可能 其實你有沒有帶路 我們說完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去後面 去了旅行 我們說旅行必做的事好不好 我抽了幾個 比較特別的事 打給你 不如你說一下 你心目中有什麼旅行必做的事 發脹 不是啊 旅行必做 你一定要去旅行去做那件事 在香港拍照 是嗎 休息 你正在說話 是啊 即是去旅行必做的事 我很怕去旅行去到很搶 是 還有自從上班後 發覺去旅行我不想那麼辛苦 是 因為我不知道 那你不上班去旅行 那你才會比較辛苦 那你不用上班 是 是 如果不用上班就最好 很想 嗯 對 我會選擇BC點去その Со裝官光 3 那時候我們先從里面上去的壽頭 如果都是那些地方我可能不去 特別的地方 你可以去 去些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會看天氣 如果真是 så 熱 我寧願慢慢走走走去 hearts 都是的 或是 sozusagen 在酒店待會補充一下才可以 已經晚一點才出去 好 有人就說去旅行必做事就是打遊戲 和夾娃娃 我認識這一位的朋友 他其實 chiar 在香港的 他去日本 他去移日本 他都一定要夾娃娃和打機 我夾到沒錢回香港 我猜他不是 但因為日本真的夾娃娃是很好玩的 你必定會夾中的 還有其實我很喜歡玩推銀機 香港很多地方都沒有了 而且日本的推銀機是很抵區的 所以其實我去到也是會喪推的 有人說我剛才看到要試當地的交通工具 這個我覺得挺特別 因為你算是體驗他們的文化 好像我個人來到香港搭拼鐵會覺得很可愛 而且我們每天搭是覺得不行 但有些我真的不敢坐 例如去泰國我看有些巴士說真的不敢坐 巴士? 是車車嗎? 不是 它有巴士的 公共交通工具 很擠很擠很擠 我知道你說meme 很害怕 還有我也是之前上網看到 那些交通工具很恐怖 我記得那次跟我朋友去意大去羅馬 我們兩個完全不敢坐地鐵 全程要不就走要不就坐巴士 不過其實有些歐洲的鐵路比較殘舊一些 所以有時候過一些橋或隧道 會不能停電一會 或者他們沒有香港那麼漂亮的東西 可能是沒有冷氣的 沒有一個地方都沒有冷氣的 所以其實人們經常插香港地鐵 都可能是比外國好一點的 其實算不錯的 其實算是這樣 算是這樣 有人說一定要去浸溫泉 如果去日本就要去吧 但是如果沒有那個地方 你是不是會自己開熱水在裡面浸 剛才你的房間有浴缸 但是有浴缸我也很少浸 其實我有時候會的 但是我才會洗得很乾淨 我曾經有看過 有些空姐空小姐的貼文說 有些膠袋在淘寶可以淘汰 可以淘汰 可以淘汰一點給我 可以淘汰那個浴缸 然後你就在膠袋裡面 我們中心有些垃圾袋也很淘汰 對的 Alicia就說吃公仔麵 你是不是只吃當地的公仔麵 我看你那次也特意買公仔麵來吃 不知道它在哪裡的時候 在那裡是哪裡 韋康 不是不是 斯里蘭卡 那次是 好不好吃 要選一些不是Made in China 真的 因為其實當地的Silent Market 很多東西都可能不是當地的出口 所以你要看當地的食物 你不要看這些字好像是就是 它有一個簡體的 也是 有時候去旅行都很怕買一些Made in China 買一些Local的食物 對的Local會比較好 很想體驗一下當地的文化 沒錯 還有什麼呢 去旅行 我選這個 我選這個 去這個上網找的 驗譽 我覺得這個很有討論價值 旅行有驗譽 為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我先問我們的旅遊達人 你會這麼多次旅行 有沒有驗譽 沒有驗譽 我不相信 那你先說多一點 有驗譽再說 你是不是不知道 很難有驗譽 你是不是夾不到 有人請過你吃東西 害羞啊 我現在幫你打架 可以說嗎 你有沒有驗譽 我沒有驗譽 沒有 他就說是看錯誤 但是我有些朋友 真的有聽過他說 他坐飛機也認識到男朋友 這麼害怕 是啊 他去旅行真的認識過好幾個 坐飛機 你那個朋友你經常都去旅行 他沒有你那麼多 但是不是要很主動的才行 他主動的才行 我其實不知道 我都聽到有些 蛤 但是他真的有分享過好幾次 但是我覺得驗譽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 是怎樣的 你不能說我要去找驗譽 寫著 找驗譽 應該會比較容易找到 是很難的 看彩數 是真的 我覺得那些是緣分的 沒有說一定要有的 因為我不想遇到壞人 他就說自己一個去 有機會遇到一些 是不是 有沒有試過自己去旅行 我試過一次 我沒有試過自己去旅行 我沒有 你沒有試過 是這樣的 難怪自己去旅行 我覺得自己一個去那次 我只要去台灣 不過 都真的會多些人 會關心你和幫你 但是可惜的是 那次基本上都是一些 上了年紀的叔叔和嬸嬸 所以 就 我想說 他真的對我很好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那次只是住在民宿 因為我一個人 我又想選一些 暖一點的地方住 其實是很開心的 我晚上跟他在民宿 還有一個老闆三個 我們就在那裡吃東西 喝啤酒 吹水 到酒那天 我要下山 其實我在清境 我就要回到台中市 然後 我本身叫了共乘的車 他幫我解釋 他就說 我帶你去玩 再載你回酒店 他真的這樣 他沒有收我錢 但是他在清境 車載我去日月潭 繞了個圈 然後又請我吃下午飯 然後又帶我去什麼車程 雜雜 忘記了一些台中的景點 找人一陣 他再送我去酒店 黃昏 這個就是驗譽 他已經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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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帶了 因為那天剛好要下山 他要先回去家裡拿東西 他還送了自己去家裡 自己種的水果給我吃 是超級好人 然後我經常都很想再回去探望他 我也留了一些香港的信息給他 如果你來香港了 我就帶你去玩 要拿信息 但是他是我爸爸的感覺 你明白嗎 我剛剛對上次去蔡蝕爾 很遠的一個小島 他住了那些家裡 那個主人很好 他又是集了當地的水果 他自己種的那些水果 雖然水果不是很漂亮 但是他真的會敲利門 民宿 你吃不吃 會直接做來給你吃 他不問你要不要 他直接給你吃 然後 那就不可以選擇摘食 然後有什麼好笑 他突然問我 你們星期六晚有空吃飯 我們就說OK 然後我們就以為是跟他們 他們說一起吃 他們就會準備一些東西給我們吃 然後我們就想著 我們一起吃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個房間的人 我和我的朋友 都想著我們一起吃的意思就是 那麼多間房間的人一起去大廳吃 於是我們那天就穿得好看一點 就幫我服一點點去吃 怎麼知道他踢脫褲 怎麼知道 他就說等個禮物在房間等我們 然後我回到房間就想著 蛤?不是啊 要用我們的房間 全部都來我們的房間 全部都來我們的房間 原來他是這樣 原來他是這樣 然後送他的房間給你 意思就是你們每一個人 你們是我們的客人 我們就這樣給你吃 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住這些 就有些人情味 也是 而且你好試到很多當地的東西 真的 因為他是他們才認識的 是啊 然後那次我覺得 哇 其實他沒有收我們錢 也沒有額外加 那我就覺得很好 真的很好 不過也是 我覺得一個人是容易遇到這些東西 但是 還有你一定要選民宿或者一些hostel 你不要選酒店 酒店真的難一點 因為酒店太多鞋人了 不理得你 不過你要不要介意 因為hostel民宿也有一些限制住在這裡 嗯 我們要快一點點 差不多了 我說多一個 他就說 要住盡有六至十人床的青年旅館 大家有沒有住過青年旅館 我住過青年旅館 但是我都很少住mixed dorm mixed dorm 就是有男有女是不是 我試過住有男有女的dorm 十二十六那些有的 但是呢 我都有朋友試過住 然後會被人偷東西的 嗯 因為那些住 因為什麼人都有 大家起床的時間又不同 那你又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讓你收起一些東西 嗯 那即使你放一個電話 或者枕頭底 我都聽過有人是會被人偷了 不知為什麼睡覺的時候會被人偷了 所以我mixed dorm 通常就少住一些 我住過一兩次的 十六至十八人 十六個人 但是就住短的兩晚 我都害怕 其實我都害怕 因為我頗介意share廁所 那件事 他有些mixed dorm 其實是一個公共廁所在外面 然後mixed dorm 就是睡覺 但是 都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到 我覺得如果 年輕一點去試都沒什麼所謂 開心的 因為你少帶貴重就幫他 對 不要帶那麼多貴重 什麼好被人偷 簡單一點 可以跟更年紀的又玩一下 真的收好一點 真的 你選一個特別一點 或者很重要 好嗎 我們就差不多了 特別一點嗎 嘗試上課 那些人說 去試一件你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在當地 例如 做泰國菜 我真的有試過 我真的很開心 沖浪 真的 品酒 做陶瓷 我也有看到人做過 不如分享一下泰國菜 我想說 很好玩 那些主菜學校 真的泰國人 他叫自己做丁子糕 他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 很搞笑 重點是真的像 他真的像丁子糕 然後我眼睛是 我感覺到我脫了 好 現在是泰國菜 是否看到你們 我會快一點 是這樣的 真的煮泰國菜 我那次煮了 冬陰宮 帕泰 炒金麵粉 又煮了咖喱 有椰汁 糯米飯 即是芒果糯米飯 又生菜包 一起吃 然後一邊煮 你是很認識到 當地很本地的食材 你看到 原來他們 香料有很多種 他們的茄子 原來大大小小 都有很多用分類 是很有趣 而且你覺得是在吃當地的味道 然後你覺得 我也會煮 你很開心 你回到香港 就打算煮給你吃 好 然後我一次在台灣 就加入過 台灣的DIY手作 其實是很有名的 我加入過一些 就是做木 做木的頸鏈 吊嘴 都是很開心 但其實不便宜 但泰國煮的食物是不錯的 不貴的 吃得很飽 都是 可以試一下 根據自己的興趣去學 沒錯 潛水有沒有 你有試過潛水嗎 有 有 也好玩 也好玩 浮潛還是深潛 浮潛 深潛就留在這裡做 深潛的就比較少 因為深潛比較危險 我覺得浮潛也還好 但是就 不懂游泳的朋友 其實可以試 只要你不害怕 但因為通常要搭船 去一個地方 才是下去潛 所以如果搭船 會暈的朋友 就要小心一點 我就是 我就是試過浮潛 吃完那個麵 你滑雨 然後 我一落水 應該是全部人吊著 這樣走 就是拖著前面 然後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吐了 我吐了整個飯 寧願臉出來 然後教練 立刻叫其他人 散開山蠔 好像有炸彈 我也承認是很噁心的 在海裡吐 還要其他人 很像 他是會見到一些 其他人都見不到的東西 很特別 那次經歷 不是看珊瑚 你在海裡見到一個公仔麵 你會知道 很噁心的 很噁心 很噁心 然後我馬上去浮藏 然後就躺在頭上 你立刻就說 不是我口感 不是我 我 我說哪個派 我今天沒有吃麵 很噁心 所以浮潛之前不要吃東西 你吃東西吃少一點 你不要吃那麼飽 你現在太飽了 你這個情況 我想我是有點雲雪浪的人 真的 所以是會危險的 好啦 不過我想最後一句 好嗎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想 又沒有說出酒 有什麼特定的checklist 最重要的證件 一定要帶 帶個心情 對 帶個心情 是的 放家的心情 大概放鬆 最重要 什麼 其實我覺得沒有帶什麼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開心 我覺得 沒所謂 因為 這件事真的最重要是 要準備好自己 一定要放下你的工作 還有你的行業 那些 你能去旅行 能去玩的話 去短旅行也是 真的 你去錯了長洲 也是 真的 真的 所以說 去到要做什麼 就是一人二二 大家自己喜歡做什麼 做什麼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嗎 下星期就是我們 這一季 不是這個月 就是 我眼睛想旅行的 最後一集 不是最後一集 還有兩集 今個星期有五個星期 對 下節就很棒的 就是講最難忘的旅遊經歷 唉 我也很想說 對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大家都很多 好 好 補充一句 我們有一條熱線 就是93773666 93773666 大家有什麼心事 開心不開心 或者有什麼事 想和我們社工去分享一下 其實都歡迎你們WhatsApp 我們 我們今晚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好嗎 我很擔心 你的眼睛就是凹出來 我的空間就是跌得很辛苦 好 我們今晚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多謝嘉賓 不要多謝他 拜拜